這實在太危險了 高速公路車子行進間 前方白車駕駛突然拿出球棒 一手開車 左手兩棒揮舞 像是在恐嚇旁邊 黑車上的駕駛跟乘客 不知道是一手開車 所以搖搖晃晃 還是他刻意要逼近黑車 白車故意蛇行 黑車不理對方的挑釁 向左切近內線車道 要閃避白車 對方竟然再追上去 這情況實在太驚險 地點就在國道一號南下 178.6公里處 接近台中南屯路段 黑車駕駛往前開 下王天交流道 立刻去報警 原來週日下午 兩車在台中市台湾大道上 疑似就出現了行車糾紛 被害人 黑車上當時有三大一小 見對方動客叫囂 沒有停下來 沒想到白車駕駛就這樣 一路跟上國道 還亮出球棒 邊開車邊揮舞 但這地點可是在高速公路上 如果有發現12警惡 警方已經掌握白車車主 通知他道案說明 但危險行徑畫面都被後車拍下來 不只蛇行得吃上罰單 白車駕駛涉及的恐嚇 和公共危險罪嫌 到案後也要一併喊送法辦 TVBS新聞陳志忠蘇泰銀 彩論台中彰化 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